这关其实开局给的阳光还是挺多的 但这一关的职务很强啊 唯一的香子葵还在机枪射手的后面 我和弟兄们 雄心重库 算命的作势一见功成万苦 咱们用血线充电 这盲盒僵尸就不用去拦他了 哎呀五王 这该死的大蒜 要是五王在大蒜的后面 那得多好啊 这关开局咱们得刷个什么僵尸呢 刚才五王其实在一路还行 一下打通两条路还吃了巷子葵 不枉我刷了这么久 这开局方式碍了碍了 一路咱们可以暂时不用管 现在的话咱们就去攻五路吧 五路有窝瓜 感觉要更容易一些 五路要切记一个一个的放 运气好点的话 这一个盲盒应该可以过了 好吧 运气差了一点 二爷遇上真哥 这不是厕所里面打灯了吗 没事 咱们再补一个 那现在的话 我肯定是选择打四路 啊 这鸡箱太难吃了 现在咱们还有350阳光 四路的盲盒僵尸一个盲盒可以踩两个雷 咱们可以慢慢的踩 好 鸡箱僵尸没什么用 还能再踩一个雷 那咱们四路还得再放一个 不对 现在咱们就275阳光 且不说三路都不能打过 就一路的脑子还没吃呢 但咱们肯定得先打三路 哇 好帅的气球 但咱们没阳光了呀 兄弟们 这儿 我们黑夜了好吗 我就说今天我大哥怎么回事 原来是给我安排了惊喜啊 跟着大哥混 一天吃九顿 来 给大哥安排赞哥 没 没了 你他们的眼睛长在屁股上面了 还是屁股长在眼睛上面了呀 我跟你们说啊 江湾博士这只眼睛瞎了 жест 还мets那土衣派博士 数目